全能神经典话语 他就在什么地方降生 不管是圣洁之地还是污秽之地 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做工都是圣洁的 世界的万物都是他造的 只不过万物都经撒旦败坏了 但万物仍然都是属他的 都在他的手中 他来在污秽之地做工 是为了显明他的圣洁 为了他的工作他才这样做的 也就是为了拯救污秽之地的人类 他才忍受极大的屈辱 做这样的工作的 这是为了见证 是为了全人类 这样的工作让人看见的是神的公义 而且更能说明神是至高无上的 他的伟大与正直就表现在拯救一般 无人瞧得起的低贱的人身上 他降生在污秽之地 并不证明他是低贱的 只能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看见 他的伟大与他对人类真实的爱 他越这样做 越能显明他对人 越能显明他对人纯洁的爱 无暇无私的爱 神是圣洁公义的 尽管他降生在了污秽之地 尽管他与那些满了污秽的人同生活 正如恩典时代的耶稣 与罪人同生活一样 他做的这一切一切的工作 不都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吗 不都是为了人类能蒙极大的拯救吗 两千年前 他与罪人一同生活了多少年 那是为了救赎 今天他又同一般污秽低贱的人同生活 这是为了拯救 他的所有工作 不都是为了你们这些人类吗 若不是为了拯救人 他怎么能降生在马草里 后又与罪人同生活 同受苦多少年呢 若不是为了拯救人 他怎么能第二次重返肉身 降生在魔鬼群居之地 与这些被撒旦败坏至身的人 同生活呢 神不是信实的吗 他做的工作 哪一样不是为了人类 哪一样不是为了你们的命运 神是圣洁的 这是永不改变的 他不沾染污秽 尽管他来在了污秽之地 这一切只能说成是 神对人的爱太无私了 他忍受的痛苦太大了 他忍受的屈辱太大了 为了你们这些人 为了你们的命运 他忍受多大的屈辱 你们不知道吗 他不拯救那些高大的人 和那些豪门富贵之子 而是专门拯救那些低贱的 被人所看不起的人 这不都是他的圣洁吗 不都是他的公义吗 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他宁肯生在污秽之地 忍受一切的耻辱 神太实在了 他不做一点虚假的工作 哪部工作不都是这么 实实际际地做着 尽管人都毁谤他 说他与罪人同作习 尽管人都讥笑他 说他与污秽之子同生活 说他与最低贱的人同生活 但他仍是这样 无私地奉献着自己 仍是这样在人中间 被人弃绝着 他忍受的痛苦 不比你们的大吗 他做的工作 不比你们付的代价多吗 神能降卑到一个地步 在这些污秽败坏的人身上 做他的工作 成全这般人 神不仅倒成了肉身 与人同吃同住 牧养人 来供应人的所需 更重要的是 在这些败坏不堪的人身上 做他极大的拯救工作 极大的征服工作 他来到大红龙的心脏 来拯救这些最败坏的人 让人都变化更新 神所受的极大的痛苦 不仅是倒成肉身所受的苦 最主要是神的灵 受了极大的屈辱 他卑微隐藏到一个地步 成了一个普通的人 他倒成肉身 取了一个肉身的形象 让人看见 他有正常人性的生活 有正常人性的需要 这就足以证明 神已经降卑到了一个地步 神的灵石化在了肉身 他的灵那么至高伟大 但他却娶了一个普通的人 渺小的人 来做他灵的工作 从你们每个人的素质 见识 理智 人性方面 生活方面来说 你们太不配接受 神这样的工作 太不配让神 为你们受这么大苦了 神太高大了 神至高到一个地步 人卑贱到一个地步 但神还在人身上做工 不仅倒成肉身 来供应人 跟人说话 而且还与人生活在一起 神太卑微了 太可爱了